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我是娇荣 那么在手机相关的讯息里头呢 根据大陆的工信部的统计啊 今年前10月当地的智慧型手机销售量是减少哦 减少的幅度跟去年同期比较大概超过了一成 不过有着中国大陆苹果封号的小米手机 那么销售量倒是不减反增 双十一档期开卖半天销售金额就冲破了60亿元台币 搭载5寸荧幕以及金属边框 小米47月底风光发表 现在日本IT情报网站已经流出令米粉 引颈期盼预估最快明年4月才会亮相的小米5实机照片 不过根据网例旗舰机种的周期通常约一年 所以流出的10机照也有可能只是小米4的衍生机种 我们今年目标进军全球的10个市场 之后我们希望在印尼印度菲律宾泰国 下一步瞄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市场 今年出货量要拼6000万只 光是双11档期开卖半天销售金额就超过台币60亿元 而是小米为首要敌人的华为也不是省油的灯 靠着电商通路主打高性价比 也成功在对岸市场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其实是跟自己赛跑的一个状况 目前全球的市占率华为事实上已经几乎要突破5个percent 在手机的部分 曾在公开场合宣示 2015年智慧手机市场将从三星时代进入华为时代 言下之意就是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超越三星 尽管根据大陆工信部统计 今年前10月当地智慧型手机销量只达到3.12亿支 年减超过一成 但在主要品牌厂销量不减反增的情势来看 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百家争鸣的日子还没结束 分身成为又台北报道